大家好,我是回飞 今天我想带你们去菜市场看一下巴西的菜市场大概有哪些菜 其实这期视频对应的是那一个社区的贴子 是我拿着一个番茄的一个照片 然后我问大家我要干嘛 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想带你们看一下巴西的菜市场大概有哪一些菜 这个菜市场的视频我已经拍过两次了 都是在搬家之前 因为我很想给你们看一下巴西的菜市场有哪一些菜 然后有一次第一次我去拍的时候 我没有考虑到那个运动的时候那个镜头会动得很厉害 所以那一期视频拍完之后我都编辑好了 但是出来之后我发现很晃动 看得很头晕 所以那一期我就放弃了 为了想就是拍的效果好一点 我买了那个大疆的那个手型云台 然后还是最新的那一款 然后去拍出来的时候效果也很不好 所以我拍了两次 编辑两次都失败了 就是没有发出来 这次搬家了 还是不死心嘛 就还是想给你们看一下巴西的菜市场卖什么菜 他们的价位之类的 因为生活在巴西 这个又是做饭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嘛 所以我还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巴西的菜市场不是华人圈的菜市场 就是巴西人生活的巴西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 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菜 这个菜市场刚好就在我小区附近嘛 所以我们今天去菜市场看一下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这一期视频 那边有鳄鱼在晒太阳 不只是这一条 这边还有一条 这里有两条鳄鱼在晒太阳 这里是一片那些宝物丛林的湿地 所以其实像这个水有点飞的 实际上不是污染 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然后那些鳄鱼经常会来这里晒太阳 这里已经有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的健康 然后就像这个地方 这是我现在这个以后 到最后也有一个状态 另外是从这世人物与伐理台 我现在你不见识了 我现在在小匠 我这样看 这个地方 这些种人物与优优独的 这些的人物与做芒 外面是一些商店,里面是菜市场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专门是卖Organicus的东西的一个商店 它跟那个菜市场其实是分开的 它是卖有机食物的一个小店 这边是菜市场的收银台 那边可能是在维修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东西 这边是在维修的东西 走进来以后,菜市场里面大概是这样的 菜市场里面大概是这样的 这里它卖一些调味料,有很多的调味料 这边是一些饼干,茶叶什么的,一些比较日用百货的东西 还有咖啡什么的 那边墙壁也是有很多的日用百货的东西 厨房纸什么都有 这边是咖啡 这边是咖啡 这边南部主流是这一些酱油 下面有一些橄榄 这下面是玉米粒 比如说这些玉米粒罐头 它们都是没有那一个 没有那一个拉平的 你需要那个开罐的工具 在巴西有很多是这样的 所以我需要买那个可以开罐的一些东西 下面还有带装的 然后下面是吞拿鱼罐头 下定鱼罐头之类的 这边是一些橄榄油 还有一些植物油 现在植物油也好贵 一瓶要22块钱 下面是一些醋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水果好了 这个好像是一种 这好像是甜瓜一种 大概这么大 黄色的黄色是7块99一公斤 那边也有其他种的甜瓜 这里是 是一个橙子吗 好像是橘子 我不太确定 这里卖的差不多了 这里是 白亿尔的橙子 橙子可能 这个橙子比较大 这个好像是一种 柠檬啊 这个好像是 柠檬 柠檬 是一种橘子 2块99一公斤 2块99一公斤 这是一种橘子 好像 那边有一些 日用百货的东西 这里 这里是一些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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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9块98一公斤 今年 今年物价变得好贵 因为几年以前 这些是 五六块钱一公斤 现在已经到9块钱了 然后 这边是 大蒜 大蒜 大蒜是 22块99一公斤 这边是姜 你们可以看价格 那边这个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那个 然后这边这一个是 白萝卜 好像是白萝卜 它有点 有点太 太小了 对 但是萝卜的一种 还有这种是 长一点的白萝卜 那边是芋头 还有那些大的芋头 这个是其他种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我也没有吃过 有点像那个 番薯 但是又不像 我也不确定 这个是属于什么 那边是其他的 其他的萝卜 红色的小萝卜 旁边是 阿波波 有两种 这种比较长 还有是 这种小一点 然后是 其他种的南瓜 这种南瓜 会比较好吃 但是它的皮很硬 但是这种南瓜 我觉得口感比较好 还有这种南瓜 如果你不需要买那么大份 你也可以买这种 已经切好一份一份小的 一般都是比较新鲜的 你可以直接拿一份 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这些也是 然后这边卖了一些炭之类的 因为那边属于比较入用百货的东西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有点像超市 我只给你们看一些 菜市场有的蔬菜水果 然后这边 这个是包菜的 你们知道 是4.99一个 这个紫色的是 4.99一个 这边这个是4.99一个 还有这个是那个包菜 3.99一个 它是一个一个算的 然后还有西兰花 一个13块钱 4个卖11块 它还做了一个促销的活动 你多买一个 就减一块钱 大概是这样 但是这个小小的 然后这个是白菜 白菜 白菜一颗是5.99 还是很大个 这个白菜还是很大个 这边是卖temperu temperu是7.99一颗 它是按一颗一颗来算的 它有不同种类的temperu 你也可以带回家之后自己种可能 我之前看到这里有猫草 今天好像没有看到 这边卖的是kobi 你们可以看上面的是价格 这边是生菜 你们认识 这个是芹菜 芹菜 其上是很大一颗 很大一颗 你看很大一颗 早上是8.99一颗 里面还有是其他种的 这个叶子比较细 我不知道是什么 阿里 阿里扑肉 阿里扑肉是 是中国的那种大葱吗 就是很大一颗 里面是其他的蔬菜 那边那个应该是louru 就是那个香叶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叶 然后它是新鲜的香叶 可能有些人做肉需要 这个是香菜 还有一些是其他的调味料 这个不是manjari cow 好像是manjari cow 对不对 这个是其他的 是stamperu 然后到这一个菜了 这一个菜是broccolis homanesco 我觉得这个菜是非常的特别 如果你们看我的社交媒体 你们可以看到我发这个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菜是太具有美感了 就是fibonacci 树莲 它的生长的规则是符合那一个的 这有很多颗 它的口感很像那个西兰花 但是它比西兰花要脆一点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如果你们那边买到 我建议你们试一下 这边是其他的生菜 这个菜很苦 这个可能是mostata 这个可能是mostata 这个菜很苦 这个 但是苦的菜都是对肝脏比较好的 这个是其他种的生菜 它杀包好的 它跟这边的生菜是不太一样 我家那个 就我老公他喜欢吃这一个生菜 就是做汉堡的时候他喜欢吃这种生菜 而不是这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这种 然后还有其他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 你们可以看价格 有点紫色的一个生菜 因为巴西人他们吃很多的蔬菜沙拉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蔬菜 就是生菜什么的 这个是一种 这个是有点深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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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喜欢深的那个 这个是有点深颜色 我比较喜欢深的那个 这个深颜色 好像是叫做 Covie Minelium 这边是其他的蔬菜 这边又是其他的菜了 一般的蔬菜都是 你看1.79 1.69 1.75 大概都是一块多 这样一捆一捆的 它已经帮你捆好了 你自己选就好了 这个好像是菠菜 这边是Salsinha Salsinha是欧芹吧 欧芹也是很健康的一个蔬菜 只是它没有很多味道 一块六四这样一捆 很健康 如果你们有那个榨子鸡 或是破壁鸡拿来做菜汁 吃起来是比较方便健康 这边Sabolina 小葱 小葱是一块六四一捆这样 然后这边它卖香蕉 我们看一下 刚刚我们走了那边对不对 然后来这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这边的香蕉开始看 香蕉白香蕉Valabranca 一公斤是四块九八一公斤 这些全部都是 后面卖的是这个是Ibin 这个是Ibin Ibin叫木薯吗 不太确定这个 这个是其他的香蕉 这个香蕉 可能叫banana figu 它长得比较大 它比较特别 发西人会用这个做一个菜 或者是用来蒸的 不是直接吃的一种香蕉 然后这边是其他的香蕉 这个香蕉比较比较小 好像有点像奶蕉 对不对 banana masu banana tateha 有几种香蕉 这个又是其他种的香蕉 这个比较大个 这边是banana blanca 白椒 这边是其他的一些菜 打包好的 这个是一种辣椒 这个辣椒 一份是五块二 这个是其他的辣椒 有点像灯笼 对不对 颜色比较好看 这个是阿萨 阿萨 阿萨 是一个姜黄 姜黄 它是新鲜的姜黄 这边有一些 这个是中文 可能叫荷兰豆 对吗 Evilla 中文叫荷兰豆 这个 然后这里还有羊桃 一份羊桃 也不是很贵 它比较便宜 还有这个豆 这个豆 是vajin 可能你们觉得是豆角 但是它实际上不是豆角 它跟中国的豆角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豆角很长 对不对 这个豆角只是都是这么长 然后它的口味也不一样 它比较硬 不像中国的豆角那么脆 还是不太一样 然后这边有这个 这个是秋葵吗 是 这样一份是 一份是 一份是300克 然后这边是一些花生 这样一份是9块钱 是一些比较粗粮的东西 然后有玉米 不同的粗粮 巴西人喜欢做豆饭的时候会用 比如说有其他的 其他种的豆 然后这个是黑豆 红豆 还有这个 其他种的香蕉 是卡图克的香蕉 我觉得卡图克的香蕉非常难吃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要种那个香蕉 因为我觉得这个香蕉一点都不好吃 但是它也比较便宜 但是便宜我也不买 这边是冰箱里面的东西 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是冷藏 有需求的一些东西 这下面有一些苹果 一公斤 一公斤是8块99 这里是豆芽 我觉得是黄豆芽 5块5 一袋 蘑菇 巴西的蘑菇 蘑菇大概只有这么多 上面有其他的蘑菇 9块99 我发现这边的蘑菇 好像还是挺多的 这里是那个 Porozuchi alfafa 吃蔬菜沙拉的时候放这一个 口感还是挺特别的 就比较脆 一盒是5块5 然后 还有这一颗 你们知道这颗是什么吗 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 下面是一些蔬菜沙拉 做蔬菜沙拉的菜 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小胡萝卜 这边好像是属于冷冻室 下面冷冻的是那些木薯 就是爱病的一些冷冻的东西 还有的是一些水果冷冻 比如说这个是蘑菇冷冻 不同的东西的冷冻 我觉得是一些新鲜的 水果它们炸成了一些汁 或者是保留下来 你可以买回去做 买回去做奶昔之类的一些东西 这边的冰箱是饮料 这边冰箱是一些啤酒 你们可以看 那边就是收鱼台了 这边还有两个冰箱 放一些果汁 还有一些冰淇淋 然后收鱼台这边是一些零食 还有面包之类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水果 草莓 一盒19块钱 肥股无花果 这些无花果是 是9块9 但我不知道怎么吃这个 就是有很多种菜的 还有这种 我没有吃过这一个菜 我至今我不知道 它是怎么吃的 还有它是属于哪一个 这个是美拉肚吗 不知道这个 比较特别 还不知道怎么吃 它隔壁还有另外一种 这个蔬菜 这边是鸡蛋 鸡蛋就有很多种 就是你看 黄色的蛋黄 是散养鸡的鸡蛋 有很多种 有一些类型的鸡蛋 其实这边没有那些散装的鸡蛋 那些鸡蛋都是打包好 一份一份这样给你 有些是小分一点 大概2,4,6,8,10,12 12个鸡蛋一份这样 这个是其他的鸡蛋 开皮尔 开皮尔是散养鸡的鸡蛋 打包一份这样你可以拿 有两种颜色 这边是安全蛋 这边是鸡蛋 这个是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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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什么水果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水果 还有这个是那个 鸡蛋 这个比较小 还有这边这个是 就是牛油果 这种牛油果是小一点 巴西也有一些牛油果很大的 这个是比较小个的 这个好像是一种木瓜 那边刚刚进来进门 然后这里是一些牛奶 然后西瓜 冬天也卖西瓜 是不是很厉害 一公斤是3.69 还有这样一整个 你可以这样买的 就是特别大的一个西瓜 特别大的 可能一个有12公斤我觉得 还有这边是 一些葡萄 不同种类的葡萄 那边是其他种的葡萄 这边是番茄 番茄 番茄 大概这么大 番茄 比较新鲜 4.99一公斤 这有一些洋葱 洋葱 大大小小的这个 洋葱是多少钱 4.99一公斤 这个是小的 还有这个它大一点 洋葱 这里是其他种的番茄 tomashi Italiano 这个番茄 我觉得很多巴西的家庭 用来做蔬菜沙拉 它长得是比较长 我感觉它的味道好像比tomashi salada又好吃一点 我感觉 这边是紫色的洋葱 那边又是其他的 其他的番茄 紫色洋葱比较贵 8.99一公斤 这边是小洋葱 特别小 做一些菜会用这些小小的洋葱 就是做一个特别的菜 可能一个一口吗 不知道 这边有一些玉米 巴西的玉米有一个特点是 他们会打开一个窗口给你看 里面的玉米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他们喜欢打开看里面 但是你如果全部打开的话 那个玉米很快就会干了 巴西这边他们都会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 就是你不需要破坏它的一整个包装 只看这里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买什么的 一般这种类型是按个来买的 一个是多少钱之类的 这边是其他的 是一种土豆吗 这个中文可能叫 碧鲁胡萝卜 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郁 这个口味有点像加了黄油一样它很香 但是它很难煮熟 它比较硬 就是很难煮的熟 但是煮熟之后你做一个puret 做一个像土豆你一样的东西 口感非常的浓郁 这个如果你没有吃过 我真的建议你试一下 真的还是很特别的一个菜 这一个菜 这个叫甜菜吧 这个紫色 然后有非常多的色素什么的 你吃完你整个嘴巴都变紫色了 这个是3块6、9一公斤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对不对 我就不讲了 2块6、9一公斤 然后这边是土豆 巴西有几种土豆 一种是洗过的土豆 一种是没有洗的土豆 它上面有土 一种是粉红色的土豆 我觉得那边那个是 这种洗过的土豆 我觉得可能有大小的差别 这个是没有洗过的土豆 这个是粉红色的土豆 就是洗过的土豆是2块99 2块99 这里还做了一个垃圾桶 可能是方便工作人员把那些坏掉的 蔬菜水果拿走吧 Limao Tati 是清零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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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清零 这边是一些橙子 橙子 Lima的橙子 2块98一公斤 有一些比较绿色 有一些比较 已经黄一点 这边 这边是 Apacachi 就是 牛油果 牛油果很大的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牛油果 还有一些牛油果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牛油果 牛油果是6块49一公斤 这边是白香果 马来不加是白香果 8块99一公斤 这些已经有点老了 可能放了比较久有一些Ringo 这个比较新鲜 这边有 我们看这个白香果 这边是其他的橙子 这个橙子是Laranja Pera 是2块29一公斤 Pera Argentina 阿根廷的 阿根廷的梨子 还是有点贵 中国的梨子比较便宜大概是2块钱一公斤 当然这是以前的价格 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在巴西梨子一般都卖挺贵的 反正在南部挺贵的 这个是其他种的梨子 这里它卖空了 奇异果 奇异果19块91公斤 这边是梨子 这边是橙子 这个橙子比较好看 这个水果的 这皮好特别 因为有好多的 好多的皱纹 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但是这一个 他们的皮比较特别 我第一次见这个水果 它的头总是有一圈 这个特别多皱纹的东西 这边好像是一些柿子 boyaba boyaba是石榴 石榴 石榴 这些是比较小的 好香啊 好香的石榴 这边是 肯定是pokan 是2块29一公斤 这个是胡萝卜 你们认识胡萝卜 这边是大辣椒 这边是大辣椒 大辣椒 青椒 这个是西葫芦 这个生酮饮食很适合 因为它比较低碳 然后 这个青瓜是4块99一公斤 青椒的价格是5块99一公斤 青椒是便宜一点 红和黄是贵一点 这边是14块99一公斤 但是也是也是很比较大个的 这边这个是茄子 茄子是5块99一公斤 这边是其他种的青瓜 比较圆的 这个是叔叔 叔叔这个佛手瓜 不知道怎么吃 我没有吃过这个蔬菜 我没有吃过 这边是菠萝 菠萝是7块99一个 7块99一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多大 大概这么大 7块99 这边是椰子 里面有汁 它是生的椰子 是绿Coco Verge 4块钱一个 主要是喝那个椰子汁 里面有那个椰子水什么的 然后这边是成熟的椰子了 这个有那个肉在里面 当然也有那个水在里面 你动一下 你可以感觉到里面有水 然后它也有成熟的椰子 是6块99一公斤 这个是紫薯耶 我特别喜欢吃这一个 如果我不是做生铜椰子 我还是很喜欢吃 6块98一公斤 这个是紫薯 那边是其他种的红薯 叫白薯对不对 不同的价格 然后这边是木瓜 不同的价格 这边这个木瓜比较大 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大 就是 就是这么大 很大对不对 我的手已经很大了 但是它比我的手还大 所以这边的木瓜是很大 那边是其他的水果 那边是其他的水果 我们走过来 这个是其他种的橘子 这个长得比较可爱 这边是芒果 这种芒果 它有点粉红色 对 有点像海南的贵妃芒 有点像 就长得比较 长得比较漂亮的 一些芒果 这边是苹果 这边是苹果 苹果是6.99一公斤 这边是芒果 芒果是5.49一公斤 芒果 这边是其他的苹果 Massar Color 8.99一公斤 这是其他的芒果 芒果 Tommy 这芒果还挺大的 那么有个工作的人 他在放其他种的苹果 所以这是整个菜市场的一些情况 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